看你看你看你 我現在排的這個時間呢 天氣已經轉秋天了 秋天的時候就是要吃什麼 就是要吃螃蟹 我就訂了那個大閘蟹回來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來煮一下大閘蟹 大家就可以跟著我一起吃 今天畫面可能會有點隨性 因為有點像是我的日常的小紀錄 因為我平常其實很喜歡訂一些 無溫無為的東西回來 然後我已經先開了 哇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我的大閘蟹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吃 好了 煮個四隻 先來洗一下它 這個大閘蟹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要吃球鞋才會甜 來幫它洗澡一下 這邊洗得差不多了 現在呢 要先來煮水 煮大閘蟹呢 就是水滾 水滾的時候蒸個12分就可以 很忙 自己一個人那個 然後呢 蒸大閘蟹一定要讓它的肚子朝上 因為不然的話它的蟹膏會流出 這樣 給它排排站 排排站 這樣子 我自己上面還會再放紫蘇葉 不過這看個人 你也可以直接放薑片就可以了 把薑片放上去 可以去腥 這樣就可以丟下去蒸了 你可以去腦了 現在火滾了之後呢 水滾了啦 水滾了之後就把它放下去 好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蓋上去 等12分鐘 記得不要蒸太久喔 不然它那個會老掉 現在在等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螃蟹的沾醬 你可以切一些薑 沾醬其實非常簡單 看你個人 你也可以直接吃 用沾醋就可以了 薑絲 然後你也可以加一些糖啊 或什麼之類的看你個人 然後就可以加一些這個醋 醋的話看你個人要加什麼都可以 就這樣可以沾 好 這樣子簡單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它原本的鮮味 所以我就是調味都是簡單調而已 可以了 可以關火了 12分鐘 好 已經有爆酒切出來了 今天這一支是我自己給你們的 日常的紀錄的片 好像應該要紀錄下來跟大家分享 秋天又幹嘛 所以呢 我就把它拍下來 所以感覺就有點那個 凝亂的Feel 日常紀錄的片自己一個人 有點忙碌 我覺得這還少一點什麼 我們來配點白酒吧 我覺得吃螃蟹 就是要喝點小東西 還有這個威斯丼 它是那個台灣的酒吧 油土薄 你知道 這個糖先要翻過來就漂亮 所以紫蘇葉真的很推搭 就是自己如果有買大大切在家裡蒸的話 有點像小訣竅 因為它其實蒸完之後味道 就是它其實不會很搶味 然後它的香氣我覺得落差還滿大 就是如果你有稍微放那個紫蘇葉的話 它就有那個 哇 它的醬油出來 哇 好美… 就是這樣還多有Feel啊 我這邊沒有業配 我只是真的是 很我日常的那個紀錄的短片 水噹噹… 其實我也是檔台滿大之後 才開始學吃大發現 對 以前小時候覺得是個很奢侈的東西 然後因為它又大一顆 所以我覺得也是不太會吃它這樣子 我只是 是不是很Q 先吃餃 所以我會先把它攪緊下來 但我是不專業攪法 因為其實我本身也不太會吃 我是一直到很後期 嘗試螃蟹才稍微微一點點的 就是關節稍微剪一下 所以現在還就會出來而已 所以我就失敗這樣就好 有沒有 就這樣子出來了 它就出來了 那我哥就很喜歡吃螃蟹 可是我哥就是超過敏 他其實以前小時候其實不會 長大之後才會 然後他就是很喜歡吃螃蟹啊蝦子 現在就都不能吃了 有點可憐 然後我順便提醒大家 吃螃蟹的時候就不要用牙齒藥 你牙齒要用一輩子 不要這樣因為帶牙齒 你牙齒要用一輩子 這樣不划算如果壞掉的話 好 我先等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吃身體 它的body 打開給大家 有沒有 接下來把這個腮給剪掉 看一下是不是很美 你看這樣吃起來就會有那個紫蘇的那個香氣 超棒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哇 100分 這次買的螃蟹買的比較好 所以那個整個味道真的是不一樣 然後再來挑他的肉吃 很認真的很啃 第一隻吃完了 現在熬 超級不會吃熬的 所以我熬通常都會給我吃 我吃 因為我覺得熬比較硬 我也比較硬 我每次吃的時候都會很怕受傷 我覺得吃熬好難喔 果然 每一次都用失敗 下一個來播一下網路上大家都會拿來拍照的一個方式 你看這個 不得了耶 這一隻 哇 哇這隻是高中之王 太棒了太棒了這隻 我剛剛決定來微波個白飯吃 因為我覺得哇這個膏真的是太不得了 你看這個 哇 先來吸一下它 又濃又甜 哇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個 稍微把肉給挖一下 是不是很多 然後呢 投進去一口飯 一點點這個醋淋上去 稍微攪拌一下 哇 你看這個 哇 哇 100分 哇 配飯好 太棒了吧 大家有看到剛剛那個邪惡的畫面嗎 是不是覺得很令人崩潰 不是我在說那個醋 這哪裡也很好吃耶 我們把這邊都剪掉 接下來這幾隻有一些比較大 有一些就比較小 因為現在比最高等級的 現在幾乎買不到耶 我本來在想說可以吃一下 結果就 買不到 哇 這隻也是非常的飽滿耶 現在挖一隻飯 我覺得這個畫面配飯真是太棒了 這個飯再一次的醬 再一次的醬 這才太棒了 這邊高超多 頂一點點醬 我覺得我的等級買得有點太好了 等一下我一次就先把這兩隻給處理起來 剩下這就很精華了這個 再來這個 皮飯的 這種療療的組合 怎麼會是有辦法會這樣 好鮮喔 我的媽呀 加一點點醋 我這個醋真的也好好吃 這個真是多到飽耶 這個 這個很扯 這個很扯 這個 哇 這很大 好大啊 我的媽呀 最後一個身體的 最後一個body的 好甜喔 好濃喔 就這支片我一直低頭就沒可能寫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接下來要來當我的那個蟹餃的那個夢工廠了 開始剝我的蟹餃 祝大家秋蟹愉快 啊舒服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在家裡 訂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在幹嘛 還是每天想要看其他我訂一些有的沒有 因為其實我很常訂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團購啊或是宅配 就訂回來的時候就在家裡吃吃看 然後我通常都不會拍影片 我都是自己吃 然後就是累積我的那個 味覺資料規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有趣的話 應該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還是你們覺得太罪惡了 不能看 好了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掰掰 拜拜 我要來剝我的蟹爪了